三诺分钟诊所操作 1.在APP中点击开始检测 进入新增者界面 输入联系电话 根据需求选填护员号 在蓝牙身份证、读卡器上 放置身份证、读取信息 听到B的一声后 拿开身份证 支持手动输入相关信息 建档完成后 下次在此页面输入联系电话 即可开始检测 点击下一步 进入检测项目页面 2.输入身高、体重、空腹或餐后 或随机血糖检测状态 打开血糖尿酸仪器的蓝牙适配器开关 点击血脂仪上的圆圈按键进行开机 保持所有设备蓝牙保持打开状态 确保血尿酸、总胆、高密比值 书张压右侧的状态显示 以连接后开始进行下一步 3.用75%的酒精棉片消毒患者的取血部位 打开尿酸释调瓶 在EA-12仪器上插入尿酸释调 并迅速盖好瓶盖 打开血糖释调瓶 在EA-12仪器上插入血糖释调 并迅速盖好瓶盖 并确保校正码和仪器保持一致 打开血脂释调瓶 拿起检测条 有凸起横线的一端 加样孔朝上 将检测条另一端插入检测仪 检测条插入口 检测仪显示屏上将显示Apply sample 取出彩血管并固定 平放于彩血柱上 带消毒部位的酒精挥发干 使用21剂 一次性墨烧彩血器 在消毒部位彩血 用干棉球或棉签擦去第一滴血液 将血糖释调和尿酸释调吸满血氧 血脂四项检测 彩血管管口 轻轻接触血液平面且平放 血液自然流进彩血管 彩血管中血液量达到标记线即可 彩血时 从指根到指尖 拇指用力 将指根部位的血液挤向指尖 滴血时 检测仪显示屏上显示Apply Sample 滴入血样 将彩血管末端开口 对准检测条的夹样孔 右手食指堵住橡胶头上的小孔 轻轻捏紧橡胶头 将血液全部滴在检测条上 彩血管口误触碰到检测条 滴入血液后 检测仪显示屏上出现Testing检测中 糖化血红蛋白测试 使用血液收集器从指尖收集五微生血液 直到血样到达西液腔顶部 将血液收集器推至溶血剂内 确保溶血器与采血器之间没有间隙 将测试卡按照箭头朝上的方向插入到仪器中 屏幕上显示SAMO时将血样加入测试卡 测量血压 选择血压较高的一侧手臂进行测量 把手臂伸进血压计测量区 保持腕臂带位置和心脏的高度一样 按开始键开始测量 4. 读取结果 所有结果出来后 自动通过蓝牙上传到显示终端 点击右上角生成报告 可以得出一份检测报告单 单击每个指标 会有相关的指标分析 左下角可自动生成二维码 使用微信扫印扫 可以得出自动生成的详细电子检测报告 电子报告中 会对每个检测结果进行详细的个性化解读 右下角有一个打印按钮 单击按钮可打印纸质报告 可以将纸质报告粘贴在分钟诊所报告解读单上 解读单中有每个指标的详细解读 完成检测后 将试条按照医疗废物进行处理